11月18日消息,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近日正式在上交所科创版国牌交易 股票前称金山办公 此次登陆科创版,金山办公募资金额44.59亿元 主要投向,办公软件研发升级 办公领域人工智能基础研发中心建设 办公产品互联网云服务 办公软件国际化四个方向 金山集团董事长,小米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雷军表示 从1988年,金山创办到今天 WPS走了整整31年 从1999年,以金山办公为业务主体准备上市算起 到今天,我们足足等了20年 金山办公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格科表示 作为一家符合国家战略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并且多个产品被市场广泛认可的科技创新公司WPS期待 借助科创版舞台 开启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新篇章 开启属于WPS的全新时代